海洋中徜徉探索 1月23号星期六早上9点至11点 嘉宾主持廖朝济博士 邀请中国中山大学的黎鸿雷教授 分享心如商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内风星期六早上9点到上午11点 博士来聊 新常态有爱我们不会被淘汰 疫情的速度阻挡不了我们的厚度 一米的温度阻隔不了我们的宽度 这里有心灵的暖度 视野的广度 内容的深度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 这个小时我们继续连线 陈奕飞乳房肿瘤整形外科医生 谈一谈乳房的异常现象 那上一个小时呢我们在了解 哪一些是属于比较正常 哪一些是出了状况的这些乳房的现象之后呢 这一个小时一起来解答听众的提问 喂陈医生你好 陈医生 是的我在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请陈医生 解答一下 8979啊这位朋友就问 请问母乳喂养是否可以减低患乳癌的机会呢 是的这是非常正确的 当然我们说母乳喂养呢 要减低患乳癌的那个几率呢 当然你要哺乳超过一年才算 嗯就哺乳就是我们是complete breastfeeding 就是不是说啊可能你就半精卫 然后半用奶瓶呢也不算 所以如果一年complete breastfeeding 是会减低我们患上乳癌的风险 减低多少百分比啊 嗯这个没有实际的数据 可能那个我们可能说可能就在好 少个5%左右 不过呢一般上我们说当然 因为我们做这样的检查的时候 这样的调查的时候我们也会看 就说它除了减低之外还要看其他的因素嘛 因为我们可能就看啊几岁啊怀孕 第一次怀孕 然后以前也没有吃过长期的病人 玩一个家族病史 所以这些都要种种的放入考量之内 所以实际数据我们很难说 可能会介于大概说 我会说可能是5到18%左右吧 嗯是那也有喂母乳的朋友就问到啊 如果喂母乳的话 乳头痛有什么方法呢 涂姿润霜又怕宝宝会吃到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喂哺乳如果痛的话 也就是我们第一要检查 就是说可能我们那个 Lething的那个方法不正确 就是说可能宝宝啊 就含的那个方法不正确 我们通常哺乳呢 我们说除了那个乳头 要插进宝宝的嘴巴之内呢 我们其实乳晕 其实也要含过在内 那才那个激烈服才不会只是在乳头而已 那也会减少这乳头的伤害 所以呢第一 主要确保你那个 Lething method是正常的 如果是正确的话呢 第二当然因为我们常去薄乳的时候 你乳头的皮肤也会变得比较干燥 可能会归裂 那样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说 我一般上其实是叫我的病人涂那个椰子油 就是coconut oil 因为这是天然产品嘛 所以宝宝吃到其实也不怕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举两得 其实你可以从方法正不正确着手 也可以涂一些天然的椰子油啦 这个就是解决的办法 那第三呢就是6693就问哦 50多岁就已经断经了 乳晕有一粒小肉芽 长在乳头和乳晕交接处 不疼痛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是不是长在乳头的小肉芽 跟乳癌是没有关系的呢 当然我们说小肉芽 我们也可能也是要检查 为什么知道 因为大家对小肉芽那个 怎么讲的 定义不一样嘛 对不对 虽然如果是单纯性 就是只是长肌肉而已 我们说这是populoma 那可能没有问题 就说可能就是肌肉而已 那其实不除掉也没有关系 这一般上来说是跟乳癌没关系的 所以除了有这肉芽之外 也发现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就好像也没有乳头 有没有出液体啊 阴液啊 底下也没有肿块啊 如果这个病人还没有给医生检查过的话 最建议的还是做一个检查先 让医生看过 那医生也肯定 这是肌肉的话 那就可以不用担心 8409就问 他左边的乳房 有一公分的肿瘤 大约有四年了 每一年都有做mamogram 那政府医院呢 不帮他切除 因为还小 请问久而久之 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恶性的肿瘤吗 对 这位听众呢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所说了嘛 肿瘤可以是良性 也可以是恶性 如果呢 那我们也会看这个病人本身的风险 这我们刚才说的是 你是属于高风险群呢 还是普通风险群 如果呢 你已经去政府医院 就是我看了四年 然后他每一年都跟你点查 然后还是跟你说不用切的话 那很有可能 第一就是你这个肿瘤是良性的 第二可能就是 你这肿瘤是其实四年里面都没有变化 一般上如果四年里面都没有变化的话呢 都是属于良性的 因为恶性一定会长大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医院的医生跟你接触 就是因为是良性 所以良性的肿瘤呢 一般上其实不用切除都不要紧 所以只要是良性的 他不会说突然就会变成恶性 不可能 所以除非是说那种 Borderline良性 那个通常我们就活解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是 那8630就问 请问 这个我不大会念 可能要请陈医生来解答一下 就是8630 Borderline良性 其实就是说乳房那个概化点 因为如果你有做个memogram 就是知道 我们通常会跟你解释 你的乳房有没有概化点 Borderline良性 其实就是概化点 通常一般上是好像说 它可以是良性 也可以是恶性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叫病人做memogram 是因为很多时候 零期乳癌跟DH乳癌 那个非常早期的乳癌呢 其实都是只是看到 Calcification 尤其是Micro Micro就是微小的概化点 因为微小的概化点呢 可以是正常的 也可以是不正常的 如果是Macro Macro就是很大的概化点 就可能说 好像一些已经是 Calcify的那个乳腺纤维油 它就会给你一个Macro 好像Popcorn 这样的那个量子的Calcification 那是良性的 那我们在看到 Micro-Calcification的时候 就是微大化点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呢 一般上我们就会看到 那个微大点那个Pattern 它的排列方式 跟它的那个形状 你这时候 我们如果看到 它是很堆积 在一堆 我们叫Cluster Calcification 那形状是很 称致不齐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Pleomorphic 那就可能是有危险的 一般上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会建议做一个检查 就是说 Main-Athero-Cethic Biosy 这个活检 把这个概化点 出出来拿去化验 可是如果呢 就是说 有Micro-Calcification 可是是很skate的 就是说是散布在乳房的 每一个角落的话呢 那么其实这种事 一般上都是良性的 不需要做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 有很多水流的病人呢 一般上都可能会有一些 这样的良性概化点 所以这是不用担心的 会恶化吗 不说恶化 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 如果是良性的话 随着年级的增加 它也会增加 那也是蛮正常的 是 还有 如果它是癌症的话呢 那它就会继续恶化 如果现在它是属于癌症的话 那它就会继续的长大 会继续的变得更严重 所以那种不正常 就值得怀疑的 刚好体就一定要抽出来化验 8635就问 请问一边的乳头 有一个小白点 不痛 没有肿 也没有液体流出来 请问需要除掉吗 这个问题就有一点 怎么说 一点模糊 因为我们小白点 可以带到很多东西 如果这边是在补乳的话呢 常常有些时候 你会看到乳头 有点小白点 那是很正常 就好像可能会买水 凝固在那边 就好像不用 这其实如果它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一般上呢 只要持续的补乳 它其实都会 自己 就是会消失 就不用做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你除了有小白点 只有你还有红肿的话 那可能也就是 会是发炎的状态 那就可能要去见一个医生 是 还有呢 4757就说 它的乳房有去招ultra cell 有一个水流 五个肉流 其中一颗呢 一年半长了14mm 这样的情况应该要开刀取出来吗 所以 现在这些情况呢 我通常这样的情况 我会建议说 你要看一下 本身 这是属于高风险呢 还是属于 普通风险 第二呢 如果水流我们 是不太大 可是肉流 如果在一年半 之内涨 有涨大的话 那是非常值得 注意的一回事 133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需要看 就可能要先做一个切片 抽出来化验一下吧 那成为之后是良性还是恶性 因为良性肿瘤的手术 跟恶性肿瘤的手术 是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建议 建议的医生 可能要做一个活检 其实这会长得 这么快的肿瘤 要进一步调查 这是跟医生讨论 让医生来判断 是不是需要开刀 因为如果他有 他也能够知道他就长到 就是他已经看这个头目 从一位医生 至少看了两次吧 才会注意到有长大吗 那可能就可以跟这位医生 讨论一下 好 那我们先暂时打住 也欢迎听众朋友 如果针对今天的课题 乳房相关的问题 想要请教陈医生的话 都可以WhatsApp进来 011-10893-893 生活一点也不复杂 多一点单纯的快乐 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 选择以什么方式面对生活 都能掌握在你手中 只要你愿意 你就能有所改变 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 敏明 陪伴你学习 热爱生活 享受生活 国骏天生爱搞怪 样子不怪也不坏 听众听乐乐开怀 不分彼此好自在 大家好 我是国骏 快乐充满色彩 创意制造精彩 而我会不停地发挥鬼才 让大家继续充满欢乐 充满爱 想到今天的歌曲 无限欢乐 生活的好朋友 希望你会想起我 我是金龙 这一作 Anooga Street Unclercer 2016最佳男DG的讲座 对我来说 就是要不断地鞭策自己 不能够松懈 默默跟云 继续往前进 越听越爱 锁定IFM 每一天轻轻松松 每一天快快乐乐 我的最爱 就是IFM 嗨 我是沛云 唱歌是我的第二生命 广播是我的最初梦想 能让这两者结合在工作中 让我有所发挥 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你好 我是小韩 创意无穷的完生之人 主持节目 激灵幽默 播报新闻 严肃认真 言启息来 也可以13点上身 宣知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期许未来能够玩出更多优质节目 陪你轻松 吸收新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早班爱谈天下事的JC静成 每天早上工作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为你来掌握跟报告时事 所以其实必须要对时事 政治 财经 商业 体育 娱乐 甚至连科技跟潮流 都必须要了如指掌 所以你看我 简直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时事达人 严肃正经 雷厉风行 是我的标志 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没有细火慢炖的时间 只能够有枪火般的快速与准确 我没有研发创意菜色的空间 只能够稳中求全 将最有把握的资讯给你呈现 我是新闻主播 如何让你在我的声音中找到寄托 这是我身为主播的使命 你好 我是志德 正经和甜美或是我的标签 不过在这之前 我也曾是一名白袍加深的 微生物科系硕士研究生 我在工业和农业的 小企生意环境下成长 不过却从实验室走进了广播间 哈喽 你好 我是子盈 念你有词 我是恩慈 陪伴是一种力量 声音是一种疗愈 在孤单寂寞的夜里 让我用温柔的声音陪着你 通过别人的故事聆听自己 看不清你的双眼 听不到你的挂念 所有的大特性 记录不到你的万语千年 站在靠近死亡的前线 守护呼吸希望的窗前 全服躺下的你的疲倦 但愿我们当够并肩一起 看你无畏天含泪浪的前线 听我们的经历 但愿我们能够携手一起 看你勇敢也没人没的公益 听我们的经历 到最后我们要看到你 微笑着回到家人的怀里 听我们的经历 看不清你的双眼 听不到你的挂念 所有的大特性 记录不到你的万语千年 站在靠近死亡的前线 守护呼吸希望的窗前 绝服套下的你的疲倦 藏牌的光下 磨住你的吞颜 多少天 多少遍 看你能见识 属于你的信念 我们问一遍又一遍 什么时候 太阳照蓝天 听我们的经历 但愿我们能够并肩一起 看你勇敢也没天 给你我们的经历 但愿我们能够携手一起 看你勇敢也没人泪的风滴 给你我们的经历 到最后我们要看到你 微笑着回到家人的怀里 给你我们的经历 多少天 多少遍 看你们坚持对生命的信念 我们问一遍又一遍 什么时候 太阳照蓝天 给你我们的经历 但愿我们能够并肩一起 看你无畏填满地冷的剑衣 给你我们的经历 但愿我们能够携手一起 看你勇敢面对人类的功力 给你我们的经历 到最后我们要看到你 微笑着回到家人的怀里 给你我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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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玻璃市的R值最高在1.44 他指出当R值减少到少于1的时候 也代表着疫情结束 国际快逊 拜登就职的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新闻会上向他致贺 并祝他在国家治理上可以取得成功 也希望中美两边的关系可以崇尚正轨 他强调中美双方是要彼此倾听相互尊重 英国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严峻 该国国民保健署NHS 改造两辆伦敦公共巴士当救护车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现在判断英格兰的封城限制 是否会在春天捷径还太早 专家建议餐厅及酒吧 5月前不要开放 下来是一则资讯 东盟部长将在今年1月21号至22号 举办首次的线上会议 并由我国的通讯及多密集部长赛夫丁主持 会议的目的是要加强东盟国家 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 以及在疫情期间所扮演的角色 快讯播报完毕 下一则事实关心将在中午12点30分为你送上 IFM 关心时事 事实关心 不是窥挤 IFM 爱生活 感受生活 热爱生活 和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爱生活节目内容 只供参考 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继续连线陈一飞医生来谈一谈乳房的异常现象 那接下来呢就要回答8393的提问了 他就说DCIS乳房需要切除吗 DCIS呢我们叫做Dr. Casinoma Insido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所称为的 灵气乳癌或者是原胃癌 所以呢这是属于癌症 所以呢 癌症的切除是肯定需要的 可是需不需要整个乳房切除呢 那就很看情况 OK 为什么呢 OK 这个DCIS它比较特别 它就是这个长在乳管里头的那个癌症 所以很多时候呢 虽然说它是灵气乳癌 灵气乳癌的就是说 只要做完手术 一般上都不用打那个化疗 OK 然后呢 五年存活率也是接近100% 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 就属于抗腹率非常高的那个乳癌 可是很多时候 它就耗发于它有很多个病灶 就是说它可能在乳房里面 它不只是一个spot 不是投资一点 可能就比较分布性比较大 就可能是涵盖半个乳房这样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不可能 只是做局部切除 因为就是因为它涵盖的面积太大了 所以有些时候 即使是远胃癌或是零去乳癌 可是医生会跟你说 这个乳房需要前切除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那个涵盖的那个地方范围太大了 这样比之前有些人说 可是我的朋友第一期第二期 可是都不用整个切除呀 对 因为可能它的就是很局部 很localized 就是某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吃切那个而已 所以DCIS是属于零去乳癌 是一个治愈力非常非常高的癌症 所以只要及早治疗 一般上只是需要手术 然后呢 有可能需要电疗 有可能不需要 然后有可能就是吃那个抗和尔蒙药 就是这样而已 五年存活率是接近100%的 所以重点就是要及早去请教医生 是的 2238就问 请问乳头凹陷是有状况的吗 乳头凹陷这个课题呢 也是很常见 说如果呢 你是在发育的时候 就青春期的时候 那个凹陷就已经开始了 据说啊 你一直发育以来 到现在 那乳头都是凹陷 那没有问题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就是生理性的 就是天生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一直以来 乳头都不是凹陷 突然间就可能 你40岁的某一天 他突然间凹陷了 那就是病理性的 就说是可能是不正常的 就也就代表说 乳头后方 有一些可能就是有长 有东西 把那乳头拉扯进去了 所以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如果突然凹陷 就要马上见医生 如果你这个是从青春期 就开始的话 那没问题 3338就提问 请问医生 如果过了更年期 磁激素下降 服食植物性的磁激素安全吗 可以长期服用吗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病人都会问 或者是很多病人 其实都在做 因为大家对于更年期 都有一定的恐惧感 就觉得 哎 更年期 我们就和尔蒙就下降了 然后我们也容易衰老得很快 当然这是非常的正常的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生理变化嘛 所以食物性磁激素 一般上 我很难跟你讲说 安全或是不安全 因为现在的产品实在是零零种种 太多的保健品了 就好像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现单 就好像有一些病人就跟我分享 就是可能经过了还发现 其实这种产品 他所说的 就算含有这个 这个 可是我们能够一百八千肯定说 这个真的是如他们所展示的吗 或是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 所以一般上来讲呢 我就认为说 还是要看你身体本身的反应 如果你吃了 你会觉得你的身体 就是乳房一直脏脏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有雌激素 还有雌激素嘛 可是你 这个对你本身的乳房 可能会 将来会造成你长东西嘛 这个我不懂 因为每个人对雌激素的敏感度 也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每个人患乳癌的几率 是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是属于高风险群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 可能就不要服侍这样的东西 就不要 不要引起那种不必要的风险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服侍的话 你实在是不能停的话 那你一定要确保说 你定期去见你的医生做乳房检查 我只能够这样说 所以我不能够说 可以吃或是不可以吃 因为太多的产品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吃的话 基本上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停经呢 是一个非常正常 所以每个女性都会走过这条路 所以人很多人说 可能是停经的状态 过后我们会很难适应那个症状嘛 所以我觉得除了一方便是生理 也是我们心理上 其实要适当地做一定的调整 才能够适应我们停经过后的那个身体 所以很多时候人对停经有很大的恐惧感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身体很难适应 停经过后的变化 所以呢 我觉得只要我们其实心理上能够适应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定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其实这个是会过去的 所以那个停经 那个后群症 那个症状 其实只是暂时性的而已 陈医生说的调整生活 调整生活的作息 或者是生活的习惯 比如说可以做哪一些动作呢 就很多人会说 我停经后 我会觉得我生活 我会脾气比较暴躁 晚上不能睡 所以这些 那我们可能就 就可能学习怎么叫静心啊 有些人可能会学习做meditation 打坐 可能就短短的十分钟 然后可能你 就是平时你没有运动 那可能叫运动 因为我们运动了 我们出汗了 我们身体也会觉得比较舒服 那你晚上也会睡得比较好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小东西来调整 我们的生活作息 但我们更加容易适应 停经后的那个反差 是 那有几位朋友呢 都这样问哦 如果我们的乳房有肉瘤 需要切除吗 那如果不切 不割除的话 会不会是个定时炸弹呢 如果它已经很稳定了 都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肉瘤水 一发生我们就会问 因为肉瘤是一个很 general term 就是很 这个很 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就是肉瘤可以是两性 或者是恶性 所以你一定要问你的医生 你这个肉瘤是属于两性 还是恶性吗 那我们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们会通常会 看下我们所说 通过影像检查 跟跟你做活检 那我们就可以跟你讲 这个肉瘤是两性 或者是恶性 或者是这个是属于中间 borderline 就可能会病变的那种 所以做好检过后 我们都可以给你 很definite的 就很肯定的答案 那么如果真的是属于 两性 属于fibroidenoma 就是乳腺线维率的话 一般上它是不会病变的 它三分之一的机会 可能会变大 三分之一可能会不变 三分之一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 当然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能几年 可能十多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在你的 你的医生follow up 你的医生跟你说 这是属于两性的 fibroidenoma 而且是stable的话 那其实不切除也没有关系 那每一年都要去做检查 一般上我们其实建议 四十岁过后呢 一般上其实每一年 最好都要去做一个乳房检查 你可能不需要每一年 做mammogram 可能两年一次 可是临床检查呢 就给医生检查看一下 最好是一年一次 这位是0419 他就问 如果一边的乳房已经切除 16针的chemo 跟20次的电疗都做完了 做已经过了三年 现在是每六个月 去医院复诊 那么是不是时候 可以考虑做易乳了呢 通常对 超过两年过后 其实如果一切都很稳定 其实是可以考虑 要不要做乳房重建 所以这位女士 其实是可以跟你的医生 谈一谈 这一切都还是 不只是听广播 都要跟你的医生 好好的聊 对因为我们只是今天 这样看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够了解 只有一直跟踪 最终你的那个病情的医生 其实是最了解你的 所以其实你有什么问题 你都要 就谈谈白白的 跟你的医生谈 是 陈医生啊 其实我们刚才不断的 有在提到 要去检查乳房 检查乳房 能不能请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去正确的检查乳房呢 所以检查乳房呢 其实时间 地点非常重要 时间就是说 通常一般上呢 我们说在停经前的女生 就是月经要来过后才检查 就如果你算月经第一天是1的话 你一般上我们5天 最多到7天 其实就会就完了嘛 就会过了嘛 所以在第7到第10天呢 是最好检查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么检查的话呢 那个时候就是乳房的变化 是最小的 不会因为荷尔蒙所引起的变化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困扰 所以时间是非常重要 那地点呢 一般上我们就说 就是在你冲凉的时候 就是你要把衣服脱了 你在镜子前面 自己检查先 所以衣服脱了过后 通常我们说要在一个 就灯光比较好的地方嘛 首先呢 这还没摸之前 你要先看一下乳房 有没有变化 就好像我们说的 有没有不对称啊 有没有一边大一边小啊 皮肤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说有凹陷 或者是有橘皮状的改变 然后乳头有没有凹陷 腋下有没有肿大 所以这些都是你看得到的 然后呢 我们才用手检查 虽然呢 通常就是左手 就用来检查右胸 然后右手就用来检查左胸 这是交叉的 那会比较容易检查 我们通常都是用三根手指 就是我们的食指 中指跟那个 就是跟无名指 来检查 就说呢 我们就看一下 就算在手指你要平 我们就是放平 就好像我通常说 那个搓的动作 搓跟按的动作 搓就好像你在讲 像你在搓汤圆的那种感觉 你一定要平搓嘛 你不可能用指尖搓 这样搓 就是从乳房呢 你可以说打圈圈 就从乳房最外边 一直打圈圈 一直摸 摸到最里头 到乳头的部分 然后呢 再轻轻地挤一挤 那个乳头 看一下有没有液体液出来 过后呢 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摸一下那个腋下 看看有没有肿块 那个是淋发 看看有没有肿大 所以这个呢 摸的时候呢 其实最容易就是 我们在涂了那个沐浴露的时候 因为它就会很滑嘛 所以其实你摸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 而第二个时间呢 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躺着的时候 也要同样的 用同样的手法来摸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肿块呢 你在站着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摸到 尤其是你躺着的时候 比较容易摸到 所以呢 在躺着跟站着 你就一个月 这样摸两次的话呢 其实一般上 如果只要总会有一个公分 其实你都可以摸得到 嗯 这个每一个女性啊 不管是几岁 其实都可以做这个检查 是的 好 那我们先暂时打住 那下一段继续回答 听众的提问 生活一点也不复杂 多一点单纯的快乐 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 选择以什么方式 面对生活 都能掌握在你手中 只要你愿意 你就能有所改变 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 敏明 陪伴你学习 热爱生活 享受生活 国郡天生爱搞怪 样子不怪也不坏 听众听乐乐开怀 不分彼此好自在 大家好 我是国郡 快乐充满色彩 创意制造精彩 而我会不停地发挥鬼才 让大家继续充满欢乐 充满爱 想到今天歌曲 无限欢乐 生活的好朋友 希望你会想起我 我是金龙 这一作 Anooga Street Uncaster 2016最佳男DJ的讲座 对我来说 就是要不断地鞭策自己 不能够松懈 默默耕耘 继续往前进 越听越爱 锁定爱FM 每一天轻轻松松 每一天快快乐乐 我的最爱 就是爱FM 嗨 我是沛云 唱歌是我的第二生命 广播是我的最初梦想 能让这两者结合在工作中 让我有所发挥 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你好 我是小韩 创意无穷的 完生之人 主持节目激灵幽默 播报新闻 严肃认真 言启息来 也可以13点上身 甚至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期许未来能够 玩出更多优质节目 陪你轻松 吸收新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早班 爱谈天下事的JC静成 每天早上工作的 第一个任务 就是为你来掌握 跟报告时事 所以其实必须要 对时事 政治 财经 商业 体育 娱乐 甚至连科技跟潮流 都必须要了如指掌 所以你看我 简直就是一个 全方位的时事达人 严肃正经 雷厉风行 是我的标志 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没有细火慢炖的时间 只能够有 枪火般的快速与准确 我没有研发 创意菜色的空间 只能够稳中求全 将最有把握的资讯 给你呈现 我是新闻主播 如何让你在我的声音中 找到寄托 这是我身为主播的使命 你好 我是志德 正经和甜美 或是我的标签 不过在这之前 我也曾是一名 白袍加深的 微生物科系 硕士研究生 我在工业和农业的 小企生意环境下成长 不过却从实验室 走进了广播间 哈喽你好 我是子盈 念你有词 我是恩词 陪伴是一种力量 声音是一种疗愈 在孤单寂寞的夜里 让我用温柔的声音 陪着你 通过别人的故事 聆听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在靠近死亡的前线 守护呼吸 希望的窗前 全服躺下的你的疲倦 昂白的光下 磨度你的吞颜 多少天 多少遍 看你能坚持对生命的信念 我们问一遍 很不容易的 有一遍 我比你条跑到驾驶执照呢 经验肯定比你丰富 那你说一说 雨天开车要注意什么 如果雨势太大 而赶到驾驶时 视线能见度降低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把车停下来 等雨势变小或雨停了 再继续开车 远离广告牌 路灯 大树 小丘 还有这个配电箱 在高速大道行驶 不是说停就停的 我的经验 就是把车速放慢 特别是雨势 大到看不到前方 必须打开车灯 并以20公里的速度 缓慢行驶 嗯 气象局预测 进入雨季时期 大部分周暑都会下好雨 大家可以随时登陆 该网站了解详情 www.met.gov.my 每逢星期一到五 下午1点20分首播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 下午1点20分重播 Class 10 Good afternoon teacher Anagrams呢 就是把一个字 它的alphabet换位置 就可以变成另一个字了 Armpit A-R-M-P-I-T Arm就是手臂嘛 然后pit就是空洞 我们的腋下 那么如果我们重排过呢 它可以变成一个字 叫做impart I-M-P-A-R-T Impart Impart的意思呢 是传授 For example Teachers impart knowledge 就是老师传授知识 Impart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贡献 So for example I was rather quiet as I didn't feel I had much wisdom to impart on the subject 我没怎么说话 因为我觉得 自己在这个问题上 谈不出什么高见 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 周末英语学堂 学习英语不困难 子音陪你轻松学习 爱生活节目内容 只供参考 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继续回来 那线上呢 连线到的是 陈亦菲乳房肿瘤 整形外科医生 接下来要回答 这位听众的问题 她说啊 去年呢 见骨骼医生 做了Sleep This的MRI 想请问陈医生 MRI除了照骨骼 还会照到乳房的MRI吗 还是只是照骨骼罢了呢 需要再去给乳房照MRI吗 首先我们要说 就是说MRI呢 就是说照骨骼 就只是看骨骼而已 其实是看不到乳房的 因为为什么呢 MRI乳房是比较特别的 它需要一个特别 那个Breath Coil 我们叫做特别的仪器 配搭才看得到乳房 所以呢 而且呢 我们在MRI乳房的时候 是就说是扶着睡着 睡着去趴下去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 这位听众 就说不是每个病人 都需要做MRI乳房 只是非常特别的个案 我们才会叫你做MRI乳房 就比如说那些乳房 致密度非常高的 或者是那些很年轻的女性 然后家里有非常强烈的家族 那个乳癌病例史 或者是我们如果 看就是原胃 想要看它那个范围有多大 或者是说有一些 我们就说要做乳房切除 我们想要看一下那个面积 就是说孩子的面积有多大 这样的特别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叫你做MRI 因为第一做MRI比较费时 可能做到来要等两个小时 那个检查 第二费用也是相当的高 就一般上可能要2000到3000块 所以我们不会每个病人都叫 都鼓励他做MRI 是有需要的情况之下 你的专科医生才会建议你去做 Breath MRI 那接下来是0399 他就问到 请问宝宝只喜欢吸右边的一边乳房 不喜欢左边 一闻到味道就不要了 如果换回右边的话 他又要吸 请问这样的话乳房是不是有问题呢 因为内包上是这样 这是蛮常见 很多时候呢 宝宝只喜欢一侧 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乳房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抱的那个手法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抱宝宝左手跟右手 其实我们抱有些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 有些时候我们常做右用手的话 你抱另外一个姿势 你会觉得好像很awkward 就是很奇怪 那宝宝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他就不要再待在那个位置太久 第二如果那个侧乳房曾经动过单 或什么这样 可能那个奶水出来的那个速度 可能也会受影响 宝宝通常就是没有什么耐性的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很麻烦 所以他就喜欢另外比较容易吸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看一下 这两个问题存在嘛 然后如果是因为真的是宝宝 你抱的那个手法不对的话 那可能你要就是尽量 就是说improve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一直让宝宝只吸一边 而不吸另外一边的话 那持脸乳房会一大一小了 那是非常的明显 那时候就比较难修复了 因为他一直吸一边 然后那边就常常的受刺激嘛 另外一侧因为没有什么吸 虽然他就不会受刺激 所以长期以来可能一两年过后 乳房大小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好 还有这一位朋友 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是大家都想要了解的吧 7957就问 怎么样的人群才是属于高风险的呢 高风险区呢 其实我们就坑为几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就是什么是风险 风险呢 就是说好像说有一些是我们能够改变 有些是我们不能够改变 就譬如说 如果我们先从家族并历史上去吧 因为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家族里面呢 有人曾经患上乳癌 或者是软潮癌的话 如果这位亲友跟你是非常的接近 就是一等亲 就是你是你的母亲呢 或者是你的姐妹 或者是你的孩子 都叫一等亲 我们叫first degree relative 那么你的风险是常人的两倍 所以呢 如果你家族里面有超过一位 有乳癌或是软潮癌的话呢 那或者是有男性乳癌 所以或者是某一位呢 有双侧乳癌 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 那么的话 如果有好几位 那就可能我们要怀疑 可能你家族里面有那个遗传的基因 就好像可能是BRCA1或是BRCA2 就好像Angelina Jolie 她妈妈本身是软潮癌患者 然后她阿姨本身是乳癌患者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她那边其实就有一定的那个家族病历史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家族本身 就有没有这样的那个病历 如果有的话 你就要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同 很多时候病人会以为 只是你妈妈那边都对你有影响 对你爸爸那边都没有影响 其实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基因有一半是从爸爸那边来 一半是从妈妈那边来 所以你两边的那个家族病史 你都要很了解 才会知道你本身是属于高风险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生育过 当然我们的风险是比较高 或者是我们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已经超过30岁 那我们的风险也是会比较高 所以我就劝那些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 想要做妈妈的女性呢 如果想要生就早一点生 然后呢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哺乳一年的话呢 那是会减低我们的风险 然后其他的高风险 就譬如说如果我们很早来经 就我们发现很多小孩子都比较早来经 就少过12岁就已经来经 那就早来经 或者是辞收经就少辞过50岁才收 55岁才收经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这一生人中呢 我们就说有那个磁基础变化的 那个日子就比较长 如果我们很早来经 然后很持收经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风险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不太能够改变的嘛 所以我们能够改变 就比如说提早生育 然后尽量扑乳 第二呢 就是关于我们身体脂肪 如果呢 我们是属于比较肥胖的话 肥胖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体内那个脂肪含量很高 脂肪含量呢 其实是会化为磁基础的 所以呢 我们说男性乳癌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 有些男性为什么会患上乳癌 也是因为他们脂肪比较胖 他们就脂肪含量比较高 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过重操纵的话 这也会提高我们的风险 或者是我们大量饮用酒精 alcohol 这也会提升我们的风险 所以我们一般上劝你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需要喝的话 我们每一天的限度 其实是一杯啤酒 或者是一小杯那个红酒而已 超过那个量的话呢 其实就会提高我们的风险 当然吸烟也会提高我们的风险 因为呢 吸烟其实除了乳癌 它也会提高其他的风险 所以这个是对于生活做 其实是我们能够改变的 然后第三呢 就是荷尔蒙补充品 第一就是说 我们说避孕丸 避孕丸本身呢 是非常的安全 可是呢 如果我们长期服用的话 就超过五年的话 它可能会稍微提高我们的风险 稍微 所以一般上对于避孕丸 我还是说是非常的安全 不过如果我们刚才看了 你家族病史或是其他的 你都已经是属于高风险群的话 那么可能就选择 不要用避孕丸 作为你的避孕方式 因为避孕方式有很多种嘛 可能就可以考虑其他的方式 第二呢 就是停经过后 那个荷尔蒙补充 那你停经过后 那个荷尔蒙补充呢 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也是说 因为就是好我们说的 停经那个症状嘛 有些医生会开给你吃 我们通常建议说 如果要吃就吃到 你觉得足够就好了 不要吃超过五年 因为我们吃超过五年 其实我们那个患乳癌的风险 其实也会提高 如果你是觉得非常的难熬 那个日子 你可能需要吃六月或一年 那过后你觉得症状比较好 其实就可以停了 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高风险 但是现在其实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 可能生活作息都不正常 其实人人都有可能患上乳癌 对的对的 因为呢在美国的数据 其实就是说 每八位女性 我们如果我们说数据统计 统计就是每一位女性 到70岁之前呢 美国的数据是每八位女性 就有一位可能会患上乳癌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数据是每18位 就可能会有异味 所以其实我们的数据 其实也是算蛮高 所以好像小函所说的 我们生活作息 很多人就是日夜颠倒嘛 就该睡的时候不睡 然后呢又不运动 所以其实这些呢 都会提高我们的风险 然后就是很多人 也有很多很大的工作压力 然后又不懂得 怎么去舒缓那些压力 久而久之呢 就会造成荷尔蒙失调 然后会引发其他的乳房疾病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说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 尽量能够改善 我们生活作息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只能够回答 听众的提问到这里了 今天这两个小时 也要非常感谢 陈医生的解答 谢谢你 不客气 那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上到 IFM的脸书 重温这一段 音频直播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那上面呢 也有陈医生 刚才给大家的贴士 就是怎么样 为自己做乳房检查 我们下一个小时 爱要及时再见 我